下午4点时,罗森办完事,回到了阳光小柱。 穿过院门,进入小院,看着满院盛开的鲜花,满心满身的疲倦就快速消退。 就如在风暴中挣扎的小船回到了平静的港湾,一下就彻底放松了。 夏天的天气有些闷热。 就走到水井旁,法师只手拎了一桶沁凉的清水,直接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口,剩余地则全倒在自己身上。 清澈如水晶,气凉如寒夜月光的井水在身上滑过,荡滴着满身的风沙尘土。 一桶不够,再来一桶。 正浇着呢,听到二楼传来一声嘀呼,过了会儿,瑟兰迪斯的身影出现在屋子门口,满脸则被递看着罗森。 哪能这么浇,小心沾染了病气。 罗森哈哈一笑,将剩下的井水继续浇在身上,再对自己释放了个强效干燥树, 身上就起了浓浓的水雾。 半分钟后,全身上下就干透了。 这段时间,瑟兰迪斯已经取喊蒲丛烧上了热水。 快把脏衣服脱了,好好洗洗。 罗森快步走到屋门口,抬手就将瑟兰迪斯抱起来,一起洗吧。 现在还是爱丽丝时间,她可不会在意别人目光,被罗森抱起后,就咯咯直笑。 又抬手摸了摸罗森胳膊,眸中就流露出了水光,大半个月没见,又壮实了好多。 罗森轻轻一笑,凑到瑟兰迪斯耳边道,壮实地可不止胳膊呢。 罗森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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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坎雷托没什么好说的,一个莽夫而已。 但达姆西斯可大有经历。 二十多年前,他曾经也在拉法雷亚学院学习过,而且还是少见的平民天才。 但后来,他喜欢上了一个女法师,同时,有个贵族法师也喜欢上了同一个女法师。 两人争风失措,达姆西斯就吃了亏。 为了发泄心中愤闷,他用厄运诅咒偷袭了贵族法师,让其当场暴毙, 而他随后被通缉,一直东躲西藏。 三年前,领东城的神殿曾出动了一个高阶法师和两队驱魔武士去抓捕他, 但最终还是让他逃了,而且还杀了半队驱魔武士。 那一战之后,达姆西斯兄明远扬,再没人敢轻易招惹他。 却没想到竟会死在我丈夫手里。 此时是安娜时间,而说到最后依据时,他脸上显出一丝自豪。 罗森咧了下嘴,没想到他这么有名啊。 瑟兰迪斯认真道,每一个强大法师必定有一段或光辉或可怕的往事。 比如现在的你,不也是名声远扬吗? 这么说也对。 但这样的险还是不要经常去冒,我可不想过早成为寡妇呢。 瑟兰迪斯如此说,原以为罗森会拒绝,却没想到,他点了点头, 嗯,我听你的,能不冒险就不冒险。 咦? 瑟兰迪斯惊喜抬起头,真的吗? 罗森点头,本想解释神恩的事,但又想到黄金圣女最后说的话, 且这个细节也并非必要,于是就隐去没说。 以后,除非是面对实在无法逃避的战斗,否则我不会主动去寻找危险了。 瑟兰迪斯满意极了,立即就给罗森送了寄箱吻。 小别圣新婚。 一吻就又吻到了卧室里,一番激荡风雨后,罗森开始说起了自己收获的心知。 瑟兰迪斯认真地听着,时不时发表自己的专业看法。 最后说到超长时间的恒定结构时,他也是心中大动,念头一动, 纸笔就从花厅飞进来,直接开始快速演算起来。 他算得专注,罗森也看得专注。 许久许久,瑟兰迪斯得出结论。 这个恒定结构极限非常高,提升潜力极大。 我预测,如果扰动范围一直在极限以下,那最常能恒定60年, 大大超过超过霍伦尼尔侯爵的永固恒定。 罗森捏着下巴,仔细看着瑟兰迪斯的稿纸。 如果能持续60年,那如果应用到石化术上, 不就能用来建筑各种永固建筑了吗? 瑟兰迪斯歪头想了下,的确是这样, 不过法术恒定有个问题,就是容易被驱散。 要是用法术建造重要建筑,万一被人恶意驱散了效果, 那就是个一场灾难了。 比如典礼大殿,成百上千人身家典礼, 大殿却塌了,那死的可都是上流社会的绅士小姐那。 这的确是个大问题。 对此,罗森自然想过,并已经想到了解决办法。 安娜,可以配合灵巧施法,大幅缩小石化术规模, 然后将无数恒定石化术叠加在一起, 再采用多层结构,每层都用上不同结构的石化术。 最后,还可以在非凡石化术里添加法术锁, 以防止被驱散。 这么一来,就基本解决问题了。 其实,石化术是材料学和法术的融合, 而想要真正规范地去解决这个问题, 而不是依靠口口相传的经验, 首先要对物质材料有足够深入的了解。 而要做到后者,就必须知道物质的微观结构。 在地球,就是必须认知到原子的存在, 并且发展出物理化学、电磁学,乃至是量子力学。 在这一世界,罗森还不确定物质的具体微观结构, 但料想在总体框架上和地球没大区别。 因为要是区别极大,宇宙之主观想就不可能生效, 这个世界也不会和前世如此相似。 他心中暗暗想到,牛爵也晚年搞起了炼金。 看来,我也要开搞炼金了呢? 因为炼金,就是原初的操控物质之学。 如果说,主宰行星运转的万有引力是天上的法则, 那炼金,就是地上的法则。 天上的路暂时走到了尽头,自然只能走地上的路。 而他提出的防驱散方法果然让瑟兰迪斯眼睛大亮。 这样好像真的可行。 但随即又皱眉。 可咱们为什么要研究实话术呢? 毕竟,这世上可没有逻辑版本的实话术, 所有实话类法术,都是自然法术呢。 他精通逻辑法术,对自然法术却不大了解。 罗森就笑,凑到瑟兰迪斯耳边轻语。 我的小宝贝呀,只要咱们拿出成熟可用的实话建筑术, 随便就能盖起一栋石屋, 成本却只需要几十克朗, 时间只需要几天, 房子却能卖数百克朗, 这买卖不赚钱吗? 赚钱。 罗森又道,那到时候, 咱们就专门卖上了法术所的实话术符文石, 那就再也不用愁收入了呢? 另外,他也打算将这法术拿到新月镇去, 用来建设新小镇。 这时的瑟兰迪斯已经非常清晰深刻地认识到了金克朗的用处, 听罗森这么一说,心中顿石大动。 可我对自然法术不熟。 逻辑法术,本质就是纯粹自然法术。 咱们就从自然法术中提炼逻辑法则。 若能成功将石化术逻辑化, 可是一个巨大的术法成就呢? 值得伯爵再给咱们一顶智慧学貌, 甚至是最高术法成就讲。 这话让瑟兰迪斯很心动, 毕竟任何一个法师, 心中都有一个开拓全新术法领域的梦想。 瑟兰迪斯自然也大大的有。 那明天不, 现在就研究。 他就要起床去搞法术, 但起到一半, 却又停下来。 好像没法研究, 因为咱们缺少一个炼金实验室。 他无力躺回罗森怀抱, 仔细解释。 严格来说, 石化术是炼金类法术。 炼金师的目的是使用法术改变物质的性能, 最高追求就是用石块炼成黄金。 而正因为目的是改变物质, 所以单靠一想可不行, 必须要做实验, 做各种精细的炼金实验。 所以, 必须要有炼金实验室。 罗森听明白了, 这样的炼金实验室, 很贵吗? 如果专门研究石化术, 应该不贵。 但问题是, 北境的炼金知识已经大大地落后了, 目前最先进的炼金知识大多出自东径。 东径有建造炼金实验室的全套知识, 也出产各种精细的测量工具, 而这些东西, 北境都买不到。 罗森了解了, 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, 因为耍炼金耗钱, 而东径够负。 这可真是一个难题。 双引号。 既然东西全要去遥远的东径购买, 那价格肯定非常昂贵, 估摸着不是现在的自己能够承担得起的。 安娜, 你觉得一个不错的炼金实验室, 需要多少钱呢? 我最近看了一本, 《东径百科》的书, 这书写成于十年前。 按照十年前东径的物价看, 在东径本地建造, 就要一万三千克朗。 如果路途遥远运到银月宝, 那估计就要两三万以上了。 罗森就起床, 到钱箱里看了下存款, 发现加在一起后, 现前是四千三百克朗, 极品月灰时大概能卖五千克朗, 一万都没到。 他钱不够。 到了现在, 他也听了许多关于东径的传闻了, 都说那里遍地黄金, 遍地之事, 他就有点向往, 有种去东径发展的想法。 但这个念头转了下就消散了。 如今在银月宝有大好的基础, 就算要走, 也要先在银月宝闯出大名趟再说。 众音号, 先在银月宝登顶, 存个一大笔钱, 再去东径, 直接在东径买豪宅豪车, 见链金实验室, 一气呵成, 不纠结。 讨论了半赏, 石化术问题还是没能得到实际解决。 正一筹莫展间, 罗森心中忽然一亮。 詹妮不是炼器师吗? 炼器也涉及部分炼金知识, 要不问问她的建议。 瑟兰迪斯眼睛也是一亮, 那明天就去问她。 至于现在, 瑟兰迪斯身体一转, 趴在床上, 拿起罗森带回来的各种精细术法结构仔细看起来。 越看越入迷, 越看越欣喜, 就感觉喝了一杯最醇厚的美酒。 这些术法结构真是太美妙了, 则则真不愧是神的智慧啊。 有这些智慧的辅助, 开发出稳固实话术完全不是问题呢。 罗森笑道, 我还有个24星中皆幸运神福的法术书, 要不要尝试下施法。 瑟兰迪斯直接摇头拒绝。 我和爱丽丝是能相互配合, 但所谓的配合是, 指的是我释放银月庇护之盾, 而她仍非弹术。 可没本事直接合作着释放一个24星法术。 话音刚落, 爱丽丝就冒出来, 安娜, 不如试试看。 瑟兰迪斯也想挑战一下, 就道, 行啊。 罗森立即将法术书写了出来。 安娜和爱丽丝开始仔细阅读, 从7点一直看到10点, 然后就放弃了。 办不到, 光想想就知道办不到。 她也累坏了, 干脆往床上一躺, 叹了口气。 看来, 就算凡人能窥探神的智慧, 也没有神的力量呀。 罗森深深认同这话。 她现在已经发现了, 智慧并不是神凡的绝对区别, 力量才是。 就像地球上, 现代人开战斗机, 土著人拿木棍, 前者在后者眼里就是神。 但实际上, 刨除外物后, 双方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先天差距。 这时, 她心中对神的力量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向往。 为何? 因为她在神恩中窥探了山巅的一缕美妙景色, 不爬上去看一眼, 心里着实有些不甘。